大家好,我是Stan 目前在台北隔离中的Kujunyeop 今天在IG上传的照片感动了韩国网友们 3月12号,Kujunyeop更新了照片并留言 一个人在玩 而在照片中能看到 Kujunyeop的笔电、键盘、耳机、平板等 所有远端工作需要的装备 但是马上就有网友们发现 桌子的另一端有一本黄色的书 封面写着新公司Google 这是韩国非常有名的学习中文的教材 然后也能看到做了很多功课的笔记本 虽然目前也能用英文沟通 但是为了心爱的大S 这么努力学习中文的Kujunyeop真的是太帅了 52岁为了爱情学中文 在男人眼里也是很帅的男人 都已经登记结婚了 却为了老婆学习中文 就表示这不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真的很爱才能做出的行动 人的一生并不长 生下的人生能跟相爱的人在一起 哪有比这个还要幸福的事情呢 Kujunyeop做得很好 恭喜你 可能Kujunyeop在韩国演艺圈的形象一直都很好 所以韩网真的几乎都是一面倒的支持 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下一个消息是 韩国第二十届总统 Yunyeop在选举之前提出的公约 废出韩国市年龄会在什么时候实行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现在很多人应该知道 目前韩国人士只要一出生就是一岁 到了新年的1月1号 全国民都会同时长一岁 但是法律 税金 医疗等部分 还是使用满年龄 所以会有点混乱 而Yunyeop当选人在选举期间说过 自己当选总统之后 会废出韩国市的年龄计算法 统一使用国际通用的满年龄计算法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狗不懂为什么不早点换 从今年开始赶紧进行吧 要做就快点做 每次出国都会狗混 早该换了 新闻不也都是在说满年龄吗 本来正式场合都在使用满年龄 到底想要怎么换呢 是要让说韩国市年龄的人罚款吗 不管怎么样 真的希望能早点使用满年龄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3月份男团品牌形象排行榜 30位BIGTONE 29位2AM 28位GOODEN CHIDE 27位TEMPEST 26位BLOCKB 25位同盲星移 24位PENTAGON 23位VINO 22位HIGHLIGHT 21位BIGBANG 20位CINUA 19位INFINIT 18位TOMORROW BY TOGETHER 18位TOMORROW BY TOGETHER 17位PICKS 16位SF9 15位ATG SF9 18位ач 14位 bound 27位HIGHLIGHT 35位13位 101 12位N 18位 jó 十一位TREASURE 十位MOONSTARX 九位2PM 八位ASTRO 七位SHINee 六位TREASURE 五位NCT 四位EXO 三位SEVENTEEN 二位BTOB 三院南团英威士旁摊孙中等最多相关关键词是公演 举行 共同 演唱会 三位成功农长阿米 征副平分析结果 证明评价占76.05% 三位相关键 三位叙 measure 三位吉 Han 三位吉 Han 三位 三位 三位彦 三位 五位 三位吉证� car 三位吉어 三位吉他 三位吉他 三位吉士 三位吉他 三位吉他 四位吉他 三位吉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